台灣對大陸的出口 在去年一月是下滑的 國立的二月 就不斷的一直往上增加 然後到最後在下半年的時候 我們對於中國大陸出口的占比 甚至高達48% 像日本很聰明 日本他現在就是政經脫離 經濟方面就是跟中國大陸交好 那政治的部分 就是採取不一樣的態度 然後像澳洲是跟 就是他還是很堅決的 就是不願意跟中國大陸妥協 可是看起來我們跟澳洲之間相比 澳洲對於中國大陸 在經濟上的依賴 好像只有百分之三十幾 可是我們已經高達百分之48 像我們這幾年一直希望 就是例如說往南走 然後改變我們在經濟上的依賴 就是不要把雞蛋 放在同一個籃子裡 那現在疫情之後 反而看起來我們的出口 好像更依賴中國大陸 那我們這個小國 要怎麼樣去生存呢 其實這百分之四十幾呢 裡面貢獻最大就是半導體 而這個半導體的貢獻 一方面是因為台灣這方面的實力很強 一方面是因為川普在打中國 打中國的時候呢 中國就被迫要趕快進口很多 可能將來會被禁掉的東西 所以去年下半年台灣對大陸出口快速增加 其實有一個時間點 那就是川普宣布要禁止對華為出口 這個高級晶片的時候就在那個之前呢 大陸就平民地在囤積相關的東西 這個其實是台灣去年對大陸出口快速增加的最主要的因素 那這個因素呢 第一個就是你不能說台灣不再繼續讓半導體出口 第二呢就是川普的那個那件事情 那個行動已經過去了 今年應該不會再發生了 所以今年我覺得剛才我們所看到的那種百分之四十幾的那個 那個遺寸度應該會大幅下滑 那如果到了哪一天呢 大陸這個自力更生完成的話 台灣可能還要擔心我們的遺寸度太低了 全球政經中報2月中榜登場 知名經濟學家劉美學者 國內智庫專家 對您聚焦全球大事 這一次跟避險基金對坐 所以讓他們大賠 關注美中台關係 大陸的軍事力量要開始突破美國的封鎖 地方或是民眾不同意 美豬或萊豬的進口 其實是增加了政府的談判策謀 掌握世界整理經濟趨勢 我比較擔心的是 大陸跟美國他們所採取的兩個政策 就先要處理日本核實的問題對不對 你核實不處理的話 日本絕對不會把同意要跟我們談 美中六日晚上六點正式上線